波音这个乌漏偏逢连夜雨 它的这个737 MAX 连续的失势 然后证明出它的设计 它的制造上有问题 它本来就损失产 中国大陆就后注了上百家的 这个737 MAX的这个合约 那这个是波音自己的问题了 那另外一方波音是上在 跟这个空中巴士 在全世界抢市场的部分 那么事实上它的很多这种 这种技术移转合作计划 跟大买主 像中国大陆这样大买主 它的合作计划 然后技术分享这方面 我看的资料 波音也落后空中巴士 因为空中巴士已经可以 很多飞机 它的整个维修 甚至组装好 很多都可以在中国大陆进行 这是它对中国大陆的承诺 它做得比较好 波音这方面也落后 那更大的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 它背后的政治势力 对中国 对大陆的政治态度 跟立场的问题 那现在带头 全世界带头 反中 压抑中国大陆的 就是美国 那很不幸的 波音是美国公司 那过去中国大陆就常常透过波音 跟 跟波音讲说 我愿意买你的飞机 可是你要帮我一个忙 你要告诉你的政府 不要对我老是采取 抵制 歧视 或者甚至制裁的作份 那波音过去也一直在做 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看波音事实上 每次重要的这个有关 美中关系的争论的时候 波音的代表都希望美国政府 不要如此的 对中国大陆采取 如此这样子 等等这样子的制裁 可是我觉得现在 现在情况之下 就是说 波音能够控制 美国政府的最终态度的 这种影响是很小的 那既然 你拿出来的东西 跟欧洲人拿出来的东西 没什么差别 你今天做 你今天要坐长城飞机的话 你坐的飞机不是波音 就是空中巴士 也许你也察觉不出来 大部分一般人也察觉 不出来的差别 那就变成两个东西的 差不多的品质的东西 那一考虑政治因素的话 中国大陆一定是借这个订单 来奖励欧洲惩罚美国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不借这个376亿的 一个订单 来给美国的产业界 透过美国产业界 对美国政府 事发一个强烈的讯号 那么透过这个376亿的订单 对欧洲政府 一个强烈的讯号的话 我觉得 那一定就是 作私良机 这么大的钱 一定要花出政治效果 那任何人都会这样做 所以我本来就在想 即使波音提供更好的条件 我说中国大陆除非 另有更高明星 一定会不会 不会把这个订单给波音的 一定是给空客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知道 现在在未来 美中的长期斗争之下 欧洲的角色很重要 那就欧洲 你看出来他慢慢 美国对他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牵引的力道很强 甚至对欧洲是强势的 把他拉到美国这边 可是呢 欧洲也不是百分之百 或者是心甘情愿的 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欧洲还是 中国还是手上有筹码 这个292架客机 就是中国大陆手上很大的筹码 我今天给你 而且这只是 不是最后 中国大陆未来 在十年当中 这个飞机 泰汛的飞机次数 非常的大 比这个292架 我看的数字 可能比这个是两倍的数字 这是低笔订单而已 低笔订单 那后面是不是继续给你欧洲呢 就看你欧洲的表现如何 另外一方面 中国大陆也在搞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中 中层的这种科技 C919 这种C919的飞机 技术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将来能不能得到 这些国家 外国政府 在给予的各种 强 严格的这种安全 还有这种标准之下 透过它的 就是说通过它的检验 然后最后它发给你四航证 你的飞机才能飞到欧洲 欧洲说这雷飞机我不接受 你就没有四航 那你这个飞机就在中国境内飞飞吧 你就重庆飞上海 上海飞北京 你打开不了国际市场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 这个采购交给 交给欧洲的话 起码欧洲几十个国家 将来可能对C919的 这个四航证的这个 这个授予 是比较有利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种 政治商业 还有中国自己本身 这个大陆的这个 民航机的未来 在国际市场竞争 都是一个综合考量 那可以说 卫审先判 绝对是给欧洲的 不可能给美国的 这个时候要给美国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重大错误 而且我觉得未来 如果美中关系不改变的话 那未来的这些 飞机的这种大订单 还是给空中大使 所以这一个订单也是宣告 就是说中美贸易关系 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去了 因为这么一个 重大的一个决定 已经告诉这个美国 就是呢 接下来呢 我跟欧洲做生意的力道 就是你美国要站在旁边看 对 很明确了 这个也是没有选择了 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而且大陆 我觉得最近很多立场 也讲清楚了 把这个经验已经总结出来了 大陆很喜欢一段时间 总结一个经验 我觉得过去一段时间 跟拜登政府 这个交手往来 我觉得已经总结经验了 就大陆来讲已经定调了 也就是我跟你基本上 第一个回不去 第二个大家以后就是说 该斗争的时候就斗争了 然后呢 当然不会全面扯破 可是绝对是 只做对我自己有利的事 我不做任何对我不利的事 然后第三第二就是说 美中斗争不可避免 将来欧洲扮演重要角色 那么基本上把欧洲 中立化或者尽量争取 我想这个就是将来整个 美中欧三方关系 中国大陆的一个立场 因为我看中国大陆很多 就是所谓的战略学者 基本上一直在强调这些点 就是说 在未来的美中斗争中 不要放弃对欧洲的争取 那不要让欧洲 一面倒向这个 倒向美国 这个争取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 而且美国现在一直在求 要跟这个拜登要找习近平 不是电话视讯吗 其实这个订单 其实我觉得也是拜登要找 这个习近平的一个原因 那中国大陆反正你要找我 我先把这件事情先解决了 看你还要不要找我 你要再找我还是跟你见面 不过这件事情没得谈了 已经成了定局了 我想这也是不示弱 有时候跟美国这种国家打交道 示弱有的时候反效果 那就该怎么做怎么做